结雨,仰望星空 20世纪70年代以来,世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迪斯科挑逗的按钮涌动已经演变成嘻哈音乐充满色情异味的节奏 JC,TI和匹兹阿姆的声音充满了现代年轻人的耳朵 而他们的父辈却也曾随着凯西与阳光合唱团的音乐扭动臀部 虽然人类的生活方式还是一如既往的充满罪恶 但耶和华见证人们对于1975年是世界末日的预测没有成真 外面的世界还是危机四伏 每天的新闻也还是关于经济和政治末日的那一套不祥的预言 基地组织和伊拉克这些糟心事取代了地下气象源组织和越南战争带来的烦恼 但人类依然存在 只有越来越少的原始人还在阅读每天的报纸 坏消息如今以电子载体传播使用的是iPhone和黑煤之类的设备 这些功能强大的迷你电脑比1961年揣在46阶男孩替旭山口袋里的烟河还小呢 在我所处的这个小角落里没有炸弹落地 背景音乐依然是令人愉快的柏拉姆斯原舞曲 我被里吉斯中学开除的时候 曾接受过一位耶稣会神父的辅导 与他的预言相反 我最终并没有被关到精神病院去 与家族传统相反 我也没有追随生父的足迹 堕落到臭名昭著的纽约奥塞宁监狱 与我个人神经质的恐惧相反 我也没有在50岁前被人谋杀 实际上 几十年来我一直过着大学教授的舒适生活 沿着洒满阳光的街道 骑车去办公室 在我生活的环境中还有棕榈树和游泳池 我偶尔还是有点担心 说不定校方负责人会在什么时候发现这是个大错误 但幸好到目前为止 大学还在给我发工资 李游泽多少有点像我上中学时惹的麻烦 话太多 在课堂上抖机灵 只要欠的功课太多 就索性偷偷溜出去读闲书 满脑子姓氏 谋杀和生命之意义的白日梦 而尽管学无止境 我却总能发现自己的无知 我的确在这么多年里 培养了自己的大局观 年轻时的 我在必须学习应付综合考试的时候 只知道偷偷溜到书店去 那么此时你或许会问 生命的意义到底是什么 事实证明 要解释这个问题 有两个截然不同的方法 正如我在本书前言部分所说 生命意义的问题 有时意味着万物是如何相互协调的 我们过度发育的大脑里 有各式各样闹哄哄的观念 想法和感觉 如何与我们适于抓握的大拇指 直立的姿势 和能说会道的喉咙组合在一起 产生出一个协调的有机体 像我们人类这样能走能说的物种 是如何与蜘蛛猿 北美灰狼和红脸山虫鹰等 看似风马牛不相及的物种 共同适应自然世界的 我认为 我们现在将进化心理学的见解 与认知科学和动态系统理论整合起来 对这个问题已经有了一个相当不错的答案 但有时 当人们询问有关生命意义的问题时 他们实际上问的是我怎么才能活的更有意义 前文中曾经提到 思考有关演化生物学 神经网络和多项因果关系等伟大思想的 学术界知识分子 常常满脸不屑的把这种入门级问题 留给那些写心灵鸡汤类畅销书的大师们 不过我觉得 这两个版本的生命意义问题之间 也存在着某种重要的联系 生命得意义之一 先从简单的开始吧 世间万物是如何相互协调的 你关于性 谋杀 现代艺术和华尔街的诸多瞬间想法 他们彼此之间有何联系 那些一闪而过的念头 与你关于职业 婚姻 家庭和宗教的长期生命选择 又有何联系 把范围扩大一些 你头脑中刚出现的这个念头 和你所做出的选择 与你的家人 同事 邻居 以及数十亿身处 柏伊西布鲁塞尔和北京的陌生人的想法和行为 有何联系 范围再扩大一些 当前的历史 文化和经济事件 与我们的祖先在阿尔塔米拉洞窟 和奥都威峡谷所做的事情 有何联系 把范围扩到最大 我们这些喜好读书的原始人类的行为 与嚎叫的沸沸 沾沾自喜的孔雀和无脑的冰蚀群的行为 有何联系 那些太专业的人 就像二十世纪大部分时间里的那些科学家所做的那样 可能会倾向于认为这些问题太宽泛了 没有什么意义 但是越来越多的心理学家 生物学家 人类学家 经济学家 以及其他行为科学家 走出自己狭窄的学术区域 我们开始在跨学科的边界上 发现某些令人着迷的模式 前几章讨论过 最近的几十年来有过三次重要的跨学科运动 认知科学 进化心理学和动态系统理论 下面我将试着 从这三套非常宏大的构想中提炼一些精华 供诸位在读完本书之后继续思考 机器可以执行某些人类大脑的功能 认知科学家们从中受到启发 走出了激进行为学派的限制 试图向人脑本身的黑匣子里透进一丝光亮 他们最重要的发现之一就是人脑是以非常挑剔的方式来处理信息的 我们只会注意外界发生的一小部分事情 只会有意识的反复思考 其中更小的一部分上传到长期记忆库中的就愈发少了 我们选择哪些信息 抛弃哪些信息 会对日后的结果产生很大的影响 举一个简单的例子 正如我在第二章里讨论的 男人在一群人中选择性的注视美女 这使得他们在事后对现实世界中小影星的数量做出错误判断 又反过来降低了他们对自己爱人的忠诚度 我在第八章里讨论过 认为人脑可比电脑的观点导致认知科学家 假设信息处理的各种形式可以互换 并且认为处理人脑如何加工信息 比内容 人脑首先选择加工哪些信息更重要 进化心理学的重要见解之一就是内容为王 人脑具有内置的信息处理顺序 其对有关有毒食物 危险的捕食者和潜在的配偶等信息的处理方式截然不同 演化的历史 正是各个物种对处理哪些信息 以及怎样处理这些信息逐渐做出判断的历史 就像蝙蝠处理树木反弹的声波信号 决定向哪个方向飞 大鼠处理化合物的香气信号 决定是否吃那片奶酪 人类观察他人脸部特征 所反射的光波信号 决定此人是朋友 敌人 还是潜在的配偶 我在本书中谈及的大多数此类研究 都反映出认知科学和进化心理学观念的融合 比如心理是由多个具有不同动机的刺激自我所组成 每个刺激自我均负责处理不同的问题 这样的观点 除了将心理学家的注意力 从只关注过程扩展到同时关注内容之外 演化论观点也把演化生物学的某些强有力的一般原则囊括在内 这些原则中最重要的几项 整体适应度 不同的亲代投入 以及互利主义 强调了攻击性 利他主义 择偶 艺术展示 炫耀性消费 甚至宗教信仰等迥然不同的猪斑行为之间有何联系 它们同样阐明了我们的行为和其他动物 从污秽阴沟里的老鼠到优雅骄傲的孔雀的行为之间有何密切联系 这些联系目前大都尚有待深入探索 而且这些联系以及其他广泛的生物学原则的完整含义也尚待发觉 例如 我在第七章谈到生活史理论 这一理论具有深远意义 有助于理解不同动机的刺激自我在我们的生长发育过程中 是如何做出不同的权衡 以最有利于成功繁殖的方式改变优先次序的 当我还是个13岁的小阿飞和46阶男孩们鬼混在一起的时候 第一药物是我的地位能否被认可 在我续起长发成为大学生后 第一药物是找个愿意跟我上床的女人 如今作为一个即将领取社会保险金的老人 我的第一药物则是帮助我的孩子们 这些涉猎广泛的观点不仅在心理学领域 而且在其他所有行为科学领域都具有深远的影响 包括经济 营销 管理 政治和法律等等 这些领域的下一代研究者 一旦克服了残余的心理抵触 能够把人类看作是生物有机体 那么新的发现必会不断涌现 和认知科学一样 进化心理学并不是一套不可侵犯的教条 而是不断进展的科学工作 事实证明 这两大观点仍在持续扩展 不断吸收对方的观点 当心理学家首次开始测试 人类行为的演化论假说时 人们指控我们过于强调 性别差异和性行为 这一指控千真万确 因为性选择和不同的亲代 投入这些强大理论 产生了大量有关择偶行为中的 性别差异的预言 有必要一一验证 心理学家此前竟忽视了这些 真是令人惊讶 但是科学研究是一个自我纠正的过程 因而这些指责激发了大量的研究 考察了两性在心理上的诸多相似之处 进化心理学引发的另一个担忧就是 它过于关注人性中黑暗和自私的一面 这一担忧促使进化心理学家考察的人们 在何种情况之下会合作 以集体为重 甚至做出英雄式的利他行为 这些研究都指向另一个重要见解 自私的基因并不一定会造就自私的人 我们的大脑拥有大量简单的自私机制 使得我们做出有利于自己繁殖成功的决策 这一点无庸置疑 但就人类这个过度社会化的物种而言 要想实现繁殖成功的目标 往往必须要对同类友善 关于这一点 我稍后会做更详细的论证 尽管每一个人的头脑中 都充斥着简单的自私机制 他们各自根据有限的局部输入值 做出微调 我们却最终走到了一起 组成了运转流畅的团体 有序的社会和国际经济市场 这种从单独的个体到彼此联系的团体的 转化是如何发生的 这就不得不提到动力系统理论了 本书第十二章讨论过 对于群落和人类社区 这种复杂多元系统的研究 得出了一些迷人的见解 一个是发现了自我组织 或约从初始的混乱中 自发产生的秩序 另一个则是发现了 区区几个简单的参数 可以产生巨大的复杂性 自然选择 本身就是这两个原则的绝好范例 初始的几个随机的变化 为产生出巧妙适应 其自然栖息地的复杂生命有机体 提供了基础 如夜间飞行的哺乳动物 利用声音来观察黑暗的环境 常会的鸟类 在吸食长梗花朵里的花蜜石 可以像直升机一样盘旋 裸原则可以就蝙蝠 蜂鸟和生命之意义 表达和交流复杂的思想 如果将动力系统理论和进化心理学的见解结合起来 就能够理解为什么不同的社会几何结构和不同形式的社会稳定 恰恰源自不同的偏见 正是这些偏见引导了亲子间 情人间 同事间 朋友间 以及面目模糊的陌生人部落之间的互动 关于这些 还有很多可说的 但我只要说 心理学领域现在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革命就足够了 在1975年以前 该领域在理论上长期处于动荡不定的状态 尽管我的导弹鬼同事们之中 还没人被选为美国心理学会的主席 也就是说 还没有出现纳尔逊 曼德拉那样的人物 但我们至少已经从知识的牢笼中解脱出来 获得了出版自由 诚然 还是有人固守着大脑是一块白板的各种版本的观点 他们深受自然主义谬误之害 或是他们喜欢受到分析和线性科学方法的约束 这符合他们的经验 令他们觉得可控 但是 对于大多数人来说 革命已然成功 我们正在重建一个更加统一和平衡的行为科学共和国 生命得意义之二 我在完成了本书的几张内容之后 得知自己要在奥普拉 温福瑞脱口秀的一期节目中做嘉宾 我已经在一个有着诱人标题 性的科学的科普纪录片出过境了 我猜奥普拉或是他的某位助手 看过那个纪录片 认为这个主题很能吸引观众 很多人会收看心理学家 流行歌手和普通人 谈论如何克服日常的问题 与伴侣和周围的人和睦相处 过上更有意义的生活 我开始反复思量 对于生命之意义这一问题的另一个版本 也就是奥普拉的大多数观众或许认为更切题的版本 如何度过更有意义的一生 本书中所提到的诸多思想能够说明什么 在反复思考奥普拉的问题时 我正在为小儿子准备他带到幼儿园去的午饭 并且还在算计着如何挤出一点时间 在当天上班之前与大儿子和他的两个孩子见见面 和往常一样 我积压了一堆代办事项 我答应要编辑一本书献给我的导师鲍博切尔迪尼 要赶六篇研究论文 还有更多的论文要修改 除了所有这些之外 我还欠着期刊编辑于期未教的论文复审 还要为我的研究生写推荐信 确定下一期奖学金的发放对象 这些只是与工作有关的清单 在家里 我的纳税申保单于期未到 屋顶严重漏雨 阁楼里出现了小型哺乳动物的踪迹 必须尽快驱除 所有的事情都要处理 我本该焦虑不已 但令人惊奇的是 我却相当平静而专注 享受着把妖果酱涂在全麦面包片上的过程 细心切掉面包皮 以满足小儿子精确而苛刻的规格要求 就在这时 我突然脑中灵光一现 无论我的生活中还发生过什么 孩子们的需求永远是排在第一位的 在我开始考虑这个问题时 我认识到有关人类简单而自私的偏见的所有研究 对于如何度过一个更有意义的人生 实际上的确能够说明一些问题 与我做过的其他追求享乐的事情不同 我从未觉得花在两个儿子身上的时间是种浪费 尽管我并不总能心情愉快地满足他们的需要 这却是我一生中唯一真正有成就感的事情 考虑到我在进化和行为方面的知识 我不该对此大惊小怪 人类的终极目标并不是无休止地寻求令自己欣喜若狂的幸福 而是与他人共同连结成一个支持网络 的确 进化生物学的两个基本原则就是亲缘选择和互利主义 前一个解释了我们为什么必须照顾家人 后一个阐明了我们为什么总是如此乐于帮助朋友和同事 并且尽管其他的重要原则 如性选择和不同的亲代投入通常被认为与炫耀和姓氏有关 他们却与我们获得为人父母资格的过程密切关联 男女均是如此 我并不是说大家都应该肆无忌惮地壮达家庭 无视人口过剩的问题 或者在社交上匆忙找到500个新朋友 我要说的是 你应该享受与既有的亲朋相处 照顾他们的时光 体会那种发自内心的乐趣 你可以把花在家人和朋友身上的时间 看作偏离了生活的中心任务 或者你可以慢下来 让你大脑中的社会机制细细品会一下这种经验 不要问你能为自己做些什么 这不是一本励志书籍 因此我不会开出一个清单 列出实现个人价值的十大规则 什么忠于家庭了 爱你身边的人了 或是忠于你的团队成员 但我会告诉你我曾听过的最糟糕的建议 我即将与第一任妻子离婚时 听到了这句话 一定要为你自己考虑 我从不同的人那里一而再地听到这句话 甚至在我怀疑只为自己考虑 又怎么会分出心来照顾小儿子的时候 还是听到有人这么说 像此前和此后经历的各种事情一样 我经过一番痛苦思考 才最终明白 这句咒语应该改成 一定要为你爱的人考虑 在撰写本书的过程中 我再次试图逃避工作 偷偷溜到书店 去买了一本名叫幸福之道的书 是我的朋友索尼亚 柳伯米尔斯基写的 与其他的励志书籍不同 索尼亚的这本书 根据新一代研究者 在一个名为积极心理学的领域 所做的严谨研究 为人们提出了有关幸福的建议 你猜怎么着 他们的研究指出 尽管家人和朋友 无时无刻不在求所无尽的烦你 甘愿为所爱的人花费时间 做些友善举动 也终究使人不至过于消沉 并且能在个人生活中 更有成就感 我个人最喜欢的积极心理学研究文献 是发表在《科学》杂志上的一篇文章 作者是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的利斯 邓恩勒斯坦 及其同事 他们发现 把自己的工资和奖金 花在其他人身上的人 要比花在自己身上的人幸福得多 他们进行了一项实验 给学生五美元或二十美元 让他们把这钱 要么花在自己身上 要么花在别人身上 像理性的经济学家一样 其他学生猜测 能得到较多的钱 并且花在自己身上的人 更幸福 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 相反 觉得最幸福的学生 是那些给别人买礼物的人 无论得到的钱数多少 这些发现 是令人振奋的 一波新研究的一部分 表明人类头脑中 充满了这样的机制 使得我们在设法巩固 与周围其他人的纽带时 会感觉非常幸福 写给我爱的人们 献词一般写在一本书的开篇 这往往是一个礼节 而他与全书的内容 没有什么真正的联系 但是 考虑到我刚刚论述过的话题 把献词放在这里 才是最有意义的做法 感谢我的妻子 卡罗尔 卢斯和我的两个儿子 六岁的利亚姆 和三十二岁的戴伟 我的妻子 除了严格按照 烹饪画刊 杂志的标准 在我极爱帮忙的岳母琴 卢斯的协助下 为我准备了富有营养的食物之外 还在我长时间躲进避暑别墅写书期间 独自承担双亲的责任 我还应该感谢 长期以来的合作者和朋友们 李奇 基夫 鲍博 恰尔迪尼 马克 沙勒 梅勒尼 特罗斯特 埃德 萨达拉 萨拉 古铁雷斯 以及史蒂夫 纽伯格 接下来就是全新的一代人 我以前的学生 和现在的合作研究者 相信诸位已经在本书中 数集的研究过程中看到 他们现在带领着我一起前行 这些人包括 吉尔 桑迪 李品正 弗拉德 格里什科维西亚斯 乔恩 马内 沃恩 贝克 乔西 阿克曼 以及李叶辛 约翰 阿尔科克 是我最喜欢的科普作家之一 他不仅允许我旁听他的科学写作课 还相当用心地阅读了全书的草稿 向我提供了大量详细而有益的建议 戴维 伦德伯格 肯里克 以一位编剧的专业眼光通读了本书 我的妻子卡罗尔 卢斯 不仅在我写书的漫长时间支持我 而且以他独特的统计分析师 和妻子的双重专家眼光通读了全书 接下来应该感谢我的第一任妻子 伊莱恩 伦德伯格 他陪我度过了我青年时期高丸激素分泌旺盛的痛苦岁月 现在还与我共同照顾我们的两个孙子 所有这些都是我写作时的第一手资料 他们以不同的方式向我展示了人类心理如何将自己与他人连结起来 帮助我理解了生命之意义的两重含义 随着眼职员名单的滚动 我们逐渐隐没在落日映照下的点点棕榈之中 一个长着大鼻子和大脚 看上去像是个学者模样的灰发人 骑着一辆直立式的城市自行车 他的两边分别是他骑着山地车的英俊长子 以及一个骑着一辆配有辅助小轮子的小脚踏车 可爱的金发小男孩 话外音是忽强忽弱的背景音乐 最后想起了甲壳虫乐队的歌声 你付出多少爱就会得到多少爱